大家好,我们继续聊这本书 今天聊一个人物就是孙雪娥 这本书里应该说好人非常的少,没有几个 但是孙雪娥就是这本书里为数不多的好人 但是如果读这本书读的不深,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的话 会觉得孙雪娥这个人也不怎么好 从书里的直观的描写来看 孙雪娥大概给人几个印象吧 一个是比较穷酸 再一个就是不会说话,嘴比较欠 比较啰嗦,婆婆妈妈的 第三个就是比较猥琐 第四个就是偷了东西,手脚不干净 那么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就是孙雪娥到底是不是如此 首先呢,说他比较蠢 确实也比较蠢,也比较穷酸 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呢 有一部分是他自身的局限性 但是更大的原因是其他的人强加给他的 或者说是这个大环境 以及这个大环境当中的人 把他逼成这个样子的 孙雪娥呢,是西门庆的第四房小妾 也是西门庆前夕的天房丫头 有点类似于《红龙梦》里的平儿 西门庆的前妻陈氏死了之后呢 他这个天房丫头呢,就被服为妾了 但是西门庆让他作妾并不是因为喜欢他 纵观整本书吧,西门庆并不怎么喜欢他 但是让他作妾呢,只是让他为西门庆所用吧 因为从后面的描写 孙雪娥做的一手好汤水 也就是说他做菜,做汤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作妾以后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厨房 领着众多的婆子媳妇们 负责厨房的饭菜 这个媳妇啊,不是西门庆的这些妾和媳妇 而是西门庆家的这些小丝家丁的媳妇们 譬如之前说的来往的媳妇宋慧莲 这些媳妇还有婆子们在厨房里呢 做事是有钱拿的 每月都有一定的,用今天的话叫工资 而且他们上班的时间是有数的 早晨来,晚上走 可是孙雪娥因为是西门庆的妾 是自家人 她忙活的事多 关注的面广,但是没有钱的 而且她的工作是没有时间的 其他的婆子们,媳妇们下班之后 如果府里有人想吃什么 或者深更半夜想吃什么 她都要给做 这就导致她很憋屈 名义上是西门庆的妾 但实际上不但享受不到妾的待遇啊 甚至她的地位 连下人,连厨房那些婆子们都不如 像前面说的孙慧莲 因为和西门庆勾搭上了 会得到各种的好处 她什么也得不到,还看着眼馋 后来潘金莲嫁进来之后 因为潘金莲有美色 西门庆对潘金莲很好 经常住在她屋里 那么潘金莲也会得到很多的东西 导致孙雪娥这种嫉妒心也是大爆发 再加上潘金莲从小门小户进入这种大家庭 眼界变得开阔了吧 尤其是西门家里吃的 比和五大郎要好很多 她这个人也有点馋 也经常让孙雪娥给她做各种东西 孙雪娥也嫌她麻烦 但是她的职责所在吧 必须得做 经常唠叨 经常啰嗦 导致潘金莲也很不满 经常在西门庆面前挑唆她 挑唆西门庆 曾经有一天 孙雪娥在潘金莲的挑唆下 被西门庆打了三次 事情的起因是 因为潘金莲和西门庆 为爱情鼓掌的时候 潘金莲把她的丫鬟 庞春梅给拉进来了 那么三个人一起鼓掌 鼓完之后 这个庞春梅有点郁闷 在花园里坐着闷闷不乐 孙雪娥走过去 本身没有恶意 书里明确描写的时候就说了 没有恶意 开句玩笑 说庞春梅 你怎么了 在想汉子呢 因为孙雪娥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庞春梅因为西门庆的事情吧 孙雪娥这句话戳照了她的痛点 对她一通大骂 然后回去呢 又跟潘金莲说 潘金莲加上平日 对孙雪娥的这种唠叨的不满 在西门庆面前挑坏 西门庆就到厨房 把孙雪娥一通打 打完之后 西门庆没走远 孙雪娥呢 就和厨房里的其他的下人 又唠叨了 发泄她心中的牢骚 被西门庆听到 回过头来 又打了她一顿 打完之后呢 这个孙雪娥呀 去找大老婆 五月娘 素库 她素库的时候呢 说这个潘金莲啊 是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对吧 害死了五大郎 现在又跟西门庆 勾搭到了一起 是个妖婆子 然后又说了一下 庞春梅的种种不满 这个吴月娘就不敢接 这个书里描述的也很清楚了 就是 潘金莲害死五大郎 驾到西门府里 上上下下 都很清楚 但是谁都不说这个事 因为大家都清楚 这个事西门庆也在参与呢 大家都不提 所以孙雪娥单独就把这个事给挑出来了 对吧 你可以说她正直 诚实 你也可以说她这个傻 不通人情世故 导致吴月娘没法接这个话 再加上 这个庞春梅啊 本身就是 吴月娘的丫头 西门 潘金莲刚嫁来的时候 没人伺候 就把庞春梅 给了潘金莲 所以你在数落庞春梅的时候 吴月娘脸上也有点挂不住 所以啊 吴月娘 对孙雪娥也有一些不满 就让另一个丫头小玉 把她拉走了 拉走之后 晚上 西门庆到 潘金莲的屋里的时候 潘金莲又把这个事又说了一遍 结果导致孙雪娥又挨了一通奏 这三通奏 都是当着下人的面前奏的 导致这个孙雪娥很没面子 毕竟名义上呢 她是半个主子 可是西门庆从来没有拿她当过主子 甚至她连下人都不如 其他的下人 如果不是卖身的 用今天他的话讲 就是在你这打工的 干的实在不舒服 我是可以走的 她走就走不了 她毕竟是西门庆的妾 就变成了西门庆的媳妇 是西门庆的内人了 她在人身上对西门庆是有很强大的衣服关系的 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礼法之下 她走不了 而且必须得听西门庆的话 就只能在这个家里 一天连轴转的忙过来忙过去 又不得宠 西门庆很少到她房里过夜 为数不多的几次过夜 都是一笔带过 基本没有什么为爱情鼓掌的细节 还有几次都是西门庆的腿比较酸 到她屋里过夜 她给西门庆揉了一晚上的腿 而且揉的早晨起来 手就比较酸 所以你说她这个人可不可怜 所以她这个心里是极度的扭曲的 这个肚子里的怨气 还有这个委屈啊 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又没有地方发泄 不仅仅是如此 西门庆经常给这些老婆也好 小妾也好 做衣服 打手势 她也有 但是她做的都是最差的 档次是最低的 对她来说 更是一种折磨 毕竟她是西门庆的老婆嘛 穿着这些最差的衣服 带着最差的手势 往往让她脸上是非常挂不住的 后来李平儿第一次到西门庆家 那个时候李平儿还不是西门庆的小妾 她是以西门庆的把兄弟 花子须的老婆的身份 来西门庆家拜访 西门庆的老婆和小妾挨个出来 来见李平儿 透过李平儿的眼 对西门庆的大老婆吴岳娘 还有这四个小妾的描述 对吧就是孙雪娥 就是威威缩缩的 穿的也破 戴的也差 那么孙雪娥为什么威威缩缩的 对吧 譬如原因就很多了 最重的要的原因 就是穿的也差 戴的也差 对她来说 出来见人 是一种煎熬 你还不如不让她见人呢 而且西门庆因为做生意 或者是去妓院 譬如朴素李贵姐 经常十天半个月的不在家 她不在家的时候 她的老婆小妾们就会凑钱 让下人去买一些吃的菜 还有买些酒 她们在家弄个酒局 一起喝酒 吃肉 刮拳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游戏 大家自得其乐 但是孙雪娥因为没有钱 她无法参与 可是为了维护她的自尊 她又不直接说 说 譬如我经常在厨房 我大官人也不上我的屋里来 对吧 我也没有什么赏赐 厨房里又不给我 每月又不开工资 我凑不出钱来 她又不直说 又不能直接告诉别人 说我穷 而是选择一种非常极端的 维护自己自尊的方式 就是抨击他们的这种聚会 譬如孙雪娥曾说 我们的汉子不在家 我们这些做老婆的不守家待业 反而出去喝酒 搞这些浪事 就导致吴月娘也好 其他的小妾也好 对她非常的反感 后来大家玩也不带她 大家出去玩 就留孙雪娥在家看家 那么这种局面 又会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就是你越攻击别人 别人越不带你 别人越不带你 你越攻击别人 那么别人更不带你 而且这种不带你的背后 会是大家越来越讨厌你 越来越烦你 她也越来越孤立 那么越来越孤立 就导致她这种心理极度的自卑 非常的没面子 可是她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又会采取像前面说的 那种攻击别人的方式 又会导致别人对你更加更加的讨厌 这种恶性循环就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她则像前面说的 宋慧莲的老公来望之间 就有了一些坚情 彼此之间有了一个慰藉 但是通过之前说的 宋慧莲对来望是有情有义的 譬如来望外出回来 对吧 宋慧莲给他洗脸打水 给他洗衣服等等 但孙雪娥都没有这些东西 他对来望也是一种纯的慰藉 这种情况一直到西门庆死了之后 孙雪娥一直在西门家里守寡 一次偶然 他又见到了来望 因为西门庆要霸占宋慧莲 把来望发配走了 来望再发配到别的地方 一段时间打听到西门庆死了之后 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县城 也就是山东的林青县 他和孙雪娥商量着私奔 孙雪娥呢 就偷了钱和来望私奔了 然后 吴月娘告了官就被抓了 来望呢 被打了一通 再次被流放 孙雪娥 因为吴月娘觉得他偷了钱 比较丢人 不打算领他回来 不打算去官府熟人 官府就把他磨为了官闭 我们来想一下 孙雪娥偷钱这个过程吧 大概有那么几句描写 就是他在这个家里啊 付出是最多的 是整个家庭里 唯一在干实事的 在西门家上了那么多年的造 一毛钱没得着 所以他觉得 我拿这个钱是应得的 是我应得的 但是在那种封建礼教之下 西门庆死后 整个家里的财产 都是大老婆吴月娘的 都归吴月娘的 吴月娘是不会给他的 也不会说给你论功行赏 论论你以前有多大的功劳 我把多少钱分给你啊 都不会的 他啥也没有 所以心里委屈 觉得憋屈 觉得是我应得的 但是那种礼教之下 对吧 他这么做又是违法的 不但违法还违背道德 先夫死了 偷先夫家里的钱 不守妇道等等吧 这是很大的一个道德的压力啊 所以吴月娘 在他被抓之后 就说了一些话吧 就是这个把他领回来 太丢我们这个家的人了 就坚决不能领 那其实你想想 他又丢了什么人呢 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 也非常一个苦的一个人吧 而且是一个 一直在勤勤恳恳办实事的人 在这个家里啊 主要就是孙雪哥 他是唯一一个不吃闲饭的 但是又毫无所得的人 后来呢 他被卖到了庞春梅的府上 这个稍微差一点吧 在西门庆死后 庞春梅呢 也被卖了啊 几经辗转吧 卖到周守贝府里 周守贝因为 一直没有生养 庞春梅给他生了个儿子 所以在周守贝府里地位很高 他听说这个孙雪娥要被卖了 非常的高兴 一定要把他买回来 因为他们之间有仇嘛 买回来之后 对他百般的虐待 最后找了个理由 把他浑身扒光了 扒个金光 然后在周守贝府里的大院 当着整个府里的人的面 而且一定要当着整个府里的人 都叫出来 一通打 打完之后啊 找了一个婆子给他领出去 而且吩咐这个婆子 一定要给他卖到妓院里 这个婆子比较仁慈吧 虽然答应了庞春梅 百般程度一定会卖到窑子里去 但是他可怜孙雪娥 给他卖给了一个谈棉花的老王 可惜啊 孙雪娥的命苦 这个谈棉花的老王呢 也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人贩子吧 他自己手下也养了一堆的妓女 那么他买妓女呢 不是通过那种花钱买 因为那要花很多的钱 就是通过这种 次处换很多的地方吧 就说我这个老婆死了 我要续个闲 那么有人就给他介绍 因为这种方式花的钱比较少 介绍 然后他挑一个 挑一些长得好看的啊 这个婚事就成了 两人结了婚之后 把这个老婆带走啊 就让他去卖 你不同意卖就一通打嘛 孙雪娥就是如此 他在卖的过程中 还没有正式卖 被周守备府里的一个下人看到了 这个下人呢 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这个守备府里的下人 因为守备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武官 虽然是个下人 但是在这个地方上是很有势力的 四处呢 都非常的给他面子 而且他罩着啊 罩着好几个 就是这种拉壁条的这些人 他罩着好几个 所以他就把孙雪娥长期的包了下来 那么最终啊 这个人啊 在守备府里也犯了事情 犯了事情 被送往官府 孙雪娥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 非常的害怕 就上吊死了 那么很多的评论认为 孙雪娥是吓死的 但我个人分析吧 我觉得他应该是绝望而死的 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你看他在西门府里 天天忙来忙去 拿不到钱啊 而且周边的人都讨厌他 都孤立他 西门庆也经常的打他 好不容易西门庆死了 和来往要私奔了 偷了一笔钱 他老认为那个钱是我应得的 结果在那个制度下呢 又认为他因此犯了非常大的罪过 又把他冲为官币 又卖到周守卫府里 被庞春梅百般羞辱啊 尤其是在封建社会 你想想一个妇女 被扒光了 当了那么多人的面 一通打 又死活要卖到窑子里去 那么他在被那个梅婆 领走之的时候 和婆子之间有过对话 也有一些描写 说他一路哭 到了婆子家也是 从早哭到晚 从晚哭到早晨啊 就觉得这个命啊 怎么这么的苦呢 这个婆子一再的安慰他 还说我不会给你卖到窑子里去的 让他人生有了一点希望 这个婆子四处打听 就觉得这个姓王的这个谈棉花 死了老婆 这个人还一表人才 非常不错 觉得给孙雪娥找了一个好人家 孙雪娥也挺高兴 可结果对吧 这就是一个拐骗梁家妇女的人 虽然他进了窑子吧 没有接客 又被包下来了 长包下来了 算是有了一点希望 结果这个人又犯了事 对吧 又被送到官府 最终被打死了 你说人生啊 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啊 到这种程度啊 人已经非常的绝望了 所以孙雪娥整个分析下来 是这本书里非常非常悲剧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也是这本书里 人处无害的一个人物 他其实没有害过任何的人 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 他所有的猥琐啊 所有的不道德 都是通过别人的口中来叙述的 譬如西门庆揍他的时候骂他 潘金莲骂他 庞春梅骂他 老是小淫妇见过等等 这种词语 包括偷了东西 对吧 吴岳娘的评价 还有再见他爷 审讯他时候各种评价 对他的评价都很低 还有前面说的 譬如李平儿了等等 见他对吧 神情猥琐 还有这个其他的老婆小气 因为他总不参与聚会 还攻击他们 也对他没有什么好的言语啊 处处被孤立着 可是他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有个人的原因啊 就像前面说的 西门庆的其他小妾们聚会的时候 你就直说我没有钱就可以了 其实西门庆的其他的 有一些小妾 譬如潘金莲有时候也没有钱 对吧 他就会直说呀 那他说没有钱的时候 李平儿会把这个钱给他使上 李平儿因为很有钱啊 大富责 他会拿自己的钱帮着潘金莲 度过一些难关吧 虽然潘金莲在这里是个非常坏吧 他不感激李平儿 那假如孙雪娥呢 从李平儿的性格肯定会帮他使的 那使的时候你就 在厨房里你就给李平儿炖点东西送去 对吧 李平儿吃不吃是他的事 他不吃你就给他炖了送去 李平儿心里也是一个 你或者说感激或者是一个温暖吧 你包括吴月娘也是一样了 你就直着说吴月娘也会把这个钱给你使上的 从后来的整个来看 吴月娘有时候有一些虚伪 但总的来说 作为西门庆的大老婆 也算是一个有德之人 以后会详细的分析吴月娘 吴月娘给你使上 你也是做点吃的 给大娘送去 大娘吃不吃是大娘的事 你做不做是你的事 这么一来二去呀 彼此就熟络了 彼此的关系也就慢慢的进了 那么通过和大娘和这些周边的人 慢慢的拉好关系 对吧 那么在西门庆的里 你的关系也会改善的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吧 西门庆对他印象不好 也不单单是 潘金莲和庞春梅了 也包括西门庆的一些下人小丝丫头 大家看 宫斗剧能看出来 那个太监 皇上的贴身太监是很重要的 那么西门庆的贴身的小丝 譬如戴安 戴安这个小丝是非常重要的 西门庆的那些小妾 譬如潘金莲他们 为了让西门庆宠他 也会给戴安一些钱 让戴安使一些手段的 那么孙雪娥也是没有钱 他也没有钱给戴安 所以导致戴安也都烦他 戴安只是一个代表 其他的小丝或者丫鬟也是如此 就是这个社会 不要说大社会 就是西门家这个小社会 也都是很现实的 无利不起早 不花钱谁懒得理你 对吧 那么总结一下孙雪娥的悲剧 我个人认为第一点 就是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做了一手好汤水 但是他也困在这个本事上了 我们现实中也有一些人了 譬如以前吧 身边有朋友就也抱怨 他们公司刚入职的时候 他因为会做一些事情 所以公司每个人都让他做 一来二去 那成了他理所当然了 而且那个事情 不是他本职工作的内容 是一些非常闲散的东西 那么一来二去 谁有事都找他 还有公司一出这方面的问题 都找他做 感觉就是理所当然了 他又因此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这个时间长了 就会抱怨 心里也会不满 对吧 过了一段时间 自己就走了辞职了 所以对公司的老板也是 所以说很多企业家也好 或者老板或者主管 也尽量不要犯这种错误 不要觉得某个员工 有某方面的特长 那么单纯让他去做这个事情 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大家都拿一样的公司 唯独他多付出了一些东西 那么时间长心里自然就不满了 只不过我们在现代企业下 你可以辞职 那么他作为西门庆的小企业 他走不了 他会始终困在这个困局上 再引申一下 他是西门庆的小妾这个事情 就像现实里也有很多 也经常听到抱怨 就是不要给亲戚干活 这个就涉及到我一个朋友了 我的朋友比较多 他就是亲戚开了个店 他的妈妈去给亲戚家这个店里干活 忙活来忙活去 操心多 干的多 结果工资拿的还少 为什么 譬如亲戚家说 我这个店刚开 效益不太好 辛苦大姐了 这个月少点了 头几个月少点就少点吧 对吧 他妈讲话了 也无所谓了 确实大家都是亲戚 亲戚理道的不在乎 问题是又过了几个月 你生意好了起来之后 这个钱也不给你涨 甚至还没有其他的服务员拿的多 就非常生气 后来不干了 最后得出一个结果 这个千万不要去给亲戚家干活 我宁可去走劳务市场 我去一个其他的店打工 我不用操那个心 该我上班时候上班 该下班时候下班 钱少不了 所以这个孙雪娥也是 他就也是陷入这个困境了 但是在封建礼教下 作为西门庆的老婆 他没有辞职的可能 第二点啊 就是说这个穷人的尊严的问题啊 这个穷人是要尊严的 不只是穷人 是个人都要尊严的 但是现实中啊 我们这个穷人 往往把这个尊严看得比较重啊 因为我本身从农村去读大学的时候 也大概有一点这种心态 往往把这个自尊啊 看得有一些 怎么说呢 我大概很难用语言来 把这个事情表达的清楚啊 但是唯独在这个尊严上 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过头了啊 有些事情是无关尊严的 但是往往也会被你认为啊 涉及到了尊严 然后就因此啊 会犯一些错误 会显得非常的不合群吧 呃所以啊 在现实里 如果有这种问题吧 或者这方面的朋友吧 或者是我们的网友们吧 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啊 人是社会的动物 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他有社会性 所以呢 就要 呃都和社会接触 尤其是要有一些朋友嘛 那么水之清则无余 人之茶则无有啊 很多时候在自我的这个自尊上 搞得过于 极端了 或者搞很多 打个双眼号吧 自以为是的自尊嘛 容易把自己啊 其实也容易把别人 都推向一个对立 甚至无法挽回的境地 我觉得如果是农村到大城市的 很多呀 那至少我了解的 很多都容易犯这个错误 呃第三个吧 就是情商的问题了 呃孙雪娥的困境呢 也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人的情商太低了 不会说话啊 但是他说的很多话 就像最开始啊 他说这个潘金莲的 说的是不是实话 都是实话 但是很多时候啊 实话就是没法说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说 做人要诚实啊 一定要实话实说 但事实上每个人啊 如果真的给你来实话 什么话都往实里说 很多人也是受不了的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 鼓励别人说实话的人啊 如果挑选你的毛病 说说你的问题 实话给你实来一个 对吧 那个很 那可能你也受不了的 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吧 也是要委婉的说 最后吧 就说一个应得的问题 就是孙雪娥最后偷的这个钱 的确是应得的 但是你不能偷 这是社会规则的问题 你偷走了的话 这个社会的规则 就会严厉的惩罚你 所以很多东西啊 应得还是不应得 都是要在规则 或者法律 法规的基础上的 那么如果违背了这个东西 即便是你应得的 规则也会非常严厉的惩罚你 那好 这期视频就说完了 喜欢的请关注一下 为什么呢 我们得见到 那么好 我们不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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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这是我们不瞒